我认为工作都是美丽的 所以说能够抗击疫情 为挽救病人生命 做出一点贡献 这才是最大的快乐 对我们怎么做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学习的 现在不但武汉的任务 这个还没有完成 还有那么多卫重的病人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还是非常严静 因为国际上那么多国家的疫情不断上升 所以国外输入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非常地担心 这个国外的输入不要导致我们国家第二次大的疫情 所以那个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但是杭州这家这种大的城市 国际交流比较广泛的城市风险可能还是很大的 所以疫情不但是我们经济了年纪的考虑 对国际上的世界灾难性的考虑 也是我们还要接受第二次国外输入 能不能年纺死守 防治在国内这一次流行的一个年轻的场面 还摆在我们面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